好 再来看到这价格直落香蕉 现在产定每公斤的价格只剩价四块钱 让胶农欲哭无泪 但实际走一趟传统市场发现 民众现在买一根香蕉 最贵还是要十三块 整整就贵了六倍 立委潘孟安就痛批 中盘商在剥削农民司法单位 应该要介入调查 把刚从树上取消的大串香蕉分割整理 胶农是越做越心酸 因为做了也是白做 香蕉盛产让产地每公斤价格 已经跌破四块钱 一公斤四块 差不多七块才好 差不多七块在本钱 这都没钱几块 对 这要吃人不够 要600块 600块 对 就是这样 胶农欲哭无泪 辛苦大半年全赔本 但送进产地零售市场 到乐乐消费者 这一头四五十块 现在呢 现在 现在全家里 如果产地市场一根香蕉两块钱 如果送到北部卖 价格可是大不同 算一算一根有七块 甚至还有十三块的 几乎是产地的三到六倍 找上农粮署问个清楚 发现以目前产地价格 每公斤四到五块钱来看 中版商加上运费包装之外 要让香蕉变熟 还得利用乙烯熟 得多花每公斤四到五块的成本 算一算到消费端每公斤也不过多个五块钱 这离谱差价中间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他用所谓的外销规格 把人家一等的打成次级品 那农民也认了 但是问题是 这个次级品跟 跟这个一级品里面的比对 这个价差是非常之大 这一潜以后 中盘商每公斤就净赚价差 近十块钱 相较最大产地立委 潘孟安大骂中盘商黑心 替娇农报区 更要求司法单位该介入调查 放任这些中间商剥削 让消费者吃到贵 但是这个生产者却是血本无归 司法单位也应该积极调查 娇农不懂商业竞争 只求个温饱 却成了商业竞争下的牺牲者 政府不解决剥削问题 农粮署就算提高外销量 恐怕也只是治标不治本 女士新闻这么老 请不吝点赞订阅